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EFT 也就是电快速脉冲群发出的脉冲类似于我们现场干扰信号 因而我们采用EFT信号作为骚扰信号 将电源线作为偶合录情 直接将干扰通过电源线注入PLC系统 来实际观察一下当电源受到干扰时 PLC系统所受到的影响 以及讨论我们应该如何处理电源系统的EMC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通过实验 看一下我们PLC系统里 如何预防电源上的EMC的干扰 那么这里是一个PLC的实际的控制系统 这是我们的CPU 那么对于CPU来讲 电源部分是属于它的输入部分 另外我们现场的输入 还有数字量的输入和模拟量的输入 那么对于输出部分 我们有机电器的输出 另外我们的触摸屏显示屏 即是输入屏就是输出部分 当然它是通过通讯电缆跟PLC做数据交换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系统的供电的电源部分 电源线 我们现在希望通过在电源线上加载EFT的干扰器号 往我们的系统里加载干扰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EFT的发生器 EFT干扰器号的发生器 我们现在把电源接在EFT发生器上 下面我们给柜子上电 我们向电源上加EFT的干扰 为了检测电源上受干扰的情况 我们采用电流探头 连接到我们的试播器上来观察 我们的这个电源线上受干扰的那个情况 下面我们看试播器上检测到的电源线上的这个干扰波形的情况 通过试播器的波形我们可以看到电源上受干扰的这个情况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通过这个 便携式的试播器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干扰信号是否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系统 我们的这个试播器上呢有两个通道 那么第一个通道呢我们加在这个220V的电源上 第二个通道呢我们加在220V的电源上 那么很明显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试播器的画面上 无论是220V还是24V上我们都可以看到有明显的这个 增加一个隔离变压器 我们看增加隔离变压器以后能否将干扰信号隔离在电源系统的外面 现在我们把隔离变压器加在我们的电源上 我们看到在电源线上加了隔离变压器以后 那么隔离变压器后面的这个干扰信号明显的减强 我们采用的这个隔离变压器呢是带屏蔽的 那么刚才呢我们并没有把屏蔽层呢做接地处理 接下来呢我们把屏蔽层做接地处理 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干扰的情况 我们看到在凉成为异幅的情况下 在此时我们几乎已经看不到电源线上有任何的干扰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在我们的柜子的内部 就是过了电源以后呢 我们看在这个220幅上和24幅上检测到的干扰信号呢 我们看220幅上几乎已经很小了 我们看已经很小了 那么在24幅上呢我们看也非常的小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在电源上我们常用的另外一种防护设备 滤波器 它在防止电源的EMC的问题方面能够起多大的作用 我们把滤波器接到我们的电源系统 我们看此时如果凉成还是异幅的情况下 几乎在波形上看不到有任何的干扰的信号 那我们调整一下这个凉成 我们现在这个凉成是50号弗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看到电源线上有干扰信号 可见目前的这个干扰信号已经非常小了 但此时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滤波器必须要量好的接地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此时当滤波器没有做接地的时候 那么它的干扰波形突然就增大了 通过实验我们可以看到 为了防止干扰从电源进入我们的系统 一般有两种方法 第一增加隔离备压器 当然如果需要还可以使用带屏蔽的隔离备压器 这样对于防止电源线上的供应干扰效果会更好 第二使用滤波器 在电源上增加相应的滤波器 对于滤除电源系统的干扰信号也有很好的作用 至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在PRC系统中 电源部分是骚扰源 要想解决空空现场的电源部分所产生的干扰问题 除了之前我们提到过的 在供电系统的设计上需要考虑的问题之外 现场一般可以采用在电源线上增加隔离备压器 有时是带屏蔽的隔离备压器 或滤波器的方法 这样能够从根本上来保证 我们PRC系统的供电是相对干净的 对减小整个系统的EMC问题起到关键的作用 是直接接下来的 关键的作用 决定统的组合 极限联系统的特别 性统合的决定